双方之间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那么今天台铁非常荣幸 和我们日本的最大的私铁 同样也是具有百年历史的铁道文化历史 净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来缔解这个友好的关系 我们相信双方的交流跟合作 一定可以让我们台日铁道观光事业 再次的迈向新高峰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来邀请多位的贵宾来历令会传 一起跟我们购乡盛举及见证这重要的一刻 那么接下来请同学我为各位介绍几位在场的嘉宾 我们也请我们介绍嘉宾能够起立向与会者来挥手致意 那么首先为各位先介绍我们日方嘉宾 净铁投资股份控股公司的吉田昌公代表曲第一社长 それでは本日ご臨席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 ご来人様をご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ご紹介された方はどうぞご起立して 皆様とご挨拶を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まず日本緩和の皆様をご紹介いたします 近鉄グループフォルティングス代表取締役社長 吉田芳典様 好 欢迎我们欢迎吉田社長 好 那么紧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净铁的米田昭政代表曲第一场务 続きましては近鉄グループフォルティングス取締役 ジェーム米田芳典様 続きまして近鉄グループのモニフェ・カクミー様 吉祥川課長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那么我们也非常荣幸来欢迎我们近鉄的台北分公司版本更衣 台北事务所找田幹部代表 好 欢迎 続きまして日本交流協会台北事务所代表 吉田社長 欢迎阿伯诺贝尔来跟大家说一声 吉田社長 日本交流協会台北分公司版本 日本交流協会台北分公司 阿伯诺贝尔 他是一个心胸相当宽阔 而且他希望欢迎大家一起跟他遨游世界 欢迎 好 那么现在我们接下来来介绍我们台方的嘉宾 首先为各位介绍